订阅观赏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请示尊贵上师 有一些印有佛像或是象征三宝字样的过期或者残破的传单海报 是否也是先念咒语或观想恭送法界后 将它反折好装到信封袋中做回收处理呢 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过期的佛像 佛像是那传单上的 传单的日期已经过了 传单上的印佛像 所以后来我都跟同修讲 我们要做这个佛教的法训传单 就尽量避免有佛像三宝的那种所依物那些标志 那有的时候就不好处理 你说看到上面印有佛像被人家丢得满地 当纸穴一样 这样也很不恭敬 所以就是 如果真的有 那当然就把它回收起来 妥善处理 一般如果没有办法剪下来 一般这个佛教法训的佛像都要剪下来 我们道场都有 以前我都请同修剪下来集中一处 然后这个我们那个法会需要用到的小堂卡或者噶屋 它需要有一尊本尊就用那个佛像来当一个供养的对劲 好好地把它安置在适当的地方 那如果它不堪使用了 模糊了甚至破损了或者就是就已经脏了弄不干净了 那一般就是在佛前禀报以后 在进处要给它焚化 那个指挥也要放在人家不跨越的地方 一般有埋起来 我在经典也有讲的 像这个也有把它投入海中的 不能用的这个佛像的残片 把它投入海中去利益到这个水族的众生 或者就是 我们就是 用烧的或者有那个碎子机 对不对 那破损不干碎子机 一般的经纹是用碎子机 因为经纹它只要分解开了 它就不再是经纹了 如果这都没有呢 那就是你刚才讲那个 就挺好 就把它对折起来 好像佛菩萨向我包在里面 再去回收 起码我还有这一层恭敬在 一般是多包几层 包好 你说在国外有些国家 它不准许你在你家门口随便烧东西的 那你在那里说要把佛像自治做焚烧 他等一下来警察来干预你的 所以最起码你就把它包好 不要有这种冒犯亵渎不恭敬的事情 让自己让他人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再去把它处理掉 这个以前我们都也讲过了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收剧录炎